新的玫瑰 逾越成人的世界 不愿在一层心里话 听一听我的告白 我Dream Dream 重复你在梦中 说你喜欢看见我那笑容 Dream Dream 我的情在期待 美丽传说将会属于我 欢迎收看今天的 《连环炮》 自从周冷发在他的电影里头 小马哥这个角色演出之后 这个大哥大就非常的风静 之后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我们今天会给你们介绍 所有演出大哥大的各位演员 一一会给你们来做一个报道 今天更难得的 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 他在港台两地饰演 大哥都能够得心应手的 万子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他告诉我们来谈一谈 他揣摩这个大哥角色 到底是怎么演的 另外还有 还有 大哥大 不是大哥大 不是不是 可能是大杰大 不管是大杰大 大哥大 有很多很多的歌手 现在都在这个民歌餐厅 或者是Pub里头做表演 是啊 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头 为大家介绍 或许你看过 你听过 但是你绝对不知道 他们在工作上 有什么样的干苦了 好的 你一定要看啦 不要这么流气嘛 讲话不要学大哥大嘛 那那 你们一定要看哦 我感觉一定要看哦 我们节目不能够用暴力 要用内力 拜托 一定要看哦 你要是 各位观众朋友 您好 大哥 你不要再叫我大哥 我已经不叫大哥很久了 这句话很熟啊 我就是说这句话给你听 这是港星狄龙 在《英雄本身》这部电影里头 一句台词 后来这句话就变成一个口头禅了 不过大哥这条路也的确不好走 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影里面 许多当大哥的这下场 似乎都蛮凄惨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 还是奉劝电视经典观众朋友们 太楼 太楼 不能走 不能走啊 太楼 不能走啊 对 干嘛 你得演的警示片吗 我们现在在节目里 他谈的是演技 家荣啊 你要知道在这么些年来 演的这个大哥片里头 哪一位演员演的大哥最像大哥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哪位大哥最像大哥咯 那老爸政政所的所长 是他安排的会议 在未来的日子内 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 是哪个臭小子吃了穷尘帽子胆了 他一直活得不耐烦了 西洋哥 我来帮你打他 尽管打 地下帮我打他的耳光 又欺负人 十几个打人家两个 大家都混乱吃点 哥们儿这样 对啊 经理 他们十几个打我们两个 真的是各式各样的大哥都有 陶大哥 里面你最欣赏哪一位大哥 你不要说陶大哥 陶大哥 你就想想陶就行了嘛 大哥 大哥 很久不做了 陶叔叔 里面你最欣赏哪一位大哥 这其中我欣赏有一个演员 他演这个大哥 他不但是演得出色之外 他还有地区性的分别 地区性 他演香港那种大哥说 我说… 别ση sound 什么的 这是去做得很好 可莫横非 对 还有呢 演蛋糕的那种大哥 真本病 这是谁 我知道 就是指万子粮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 邀请到万子粮 来到我们节目中 我们欢迎我们的万仔 各位观众 我是万子粮 我很高兴上零湾炮这个节目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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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怕了吧 这边太暗了 这边光亮了 我们虽然是空黑到了 只要亮一点 你也告诉他 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我告诉他 他说出来什么名字 应该你讲我大哥 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万子梁 没听过 没听过 这个想当当大有来头的人物 曾经入围五次金马甲 万子梁是记录辉煌 国内切勿古人的啦 好像是憋得太好了一点 真的 对对对 他依然好久不见不见 其实我们的道上的好朋友 没听到 没听到 不管是在香港 或者是台湾 不管是港式大哥 或者是台式大哥 对啊 不是我们华式的 他都能够诠释的 入目三分 这一点我很佩服 我们这个万仔 我是叫他万仔的 对对对 我们小老弟嘛 那个这个 这个台式的这个 台式的 还有那个中式 我们这个港式的 对 这两个是不同的哦 他们这种道上的这种大哥大 好像都是各有奇特别的味道 对 那为什么会这个 诠释的那么好 是不是你常常 对他们有接触过 根据我的观察 就是他们会比较 炒根是比较浓一点 浓一点 我喜欢吃槟榔啊 雕根烟啊 就是喝喝 小酒 小酒啊这样 喝酒 喝酒大块吃肉的 很河沙利的那个 河沙利 很直接的那种 那我们来表演一下 光说不练 对那不是整个 我们都不太小心 现在像我们台式的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大哥大是什么样的 你表演一下 你啊 不过我啊 他咋的会比较像 我张图从目 我像小弟好了 我可以随便啊 你要觉得需要我们两个 小弟的话 完全系的嘛 对对对 可是演台湾的角色 要讲台语啊 女东台语也会通啊 我爱台语买通啊 对对对对 我爱台语买通啊 可是我出台语的专辑 唱的唱片 我们现在不要唱台语战诀 我们现在谈台词的 有点演出的 我不谈演出了 我们不要谈我的唱片了 那不要啦 不演啦 完全不演啦 我们今天要真正请到一个 土产的 土产的 来翻译一下 我们跟万德良能够讲的这话 把它翻译给大家知道 我们来欢迎一位土产的 土产的 土产的 还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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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请到廖峻跟万子良 来到节目里 因为他们不约而同 都在最近推出了 个人的米南语的专辑唱片 第一次出唱片 我选择台语 也希望美色落魁了 也希望大家要多帮忙 在我们连环后碰面 是不是要用台语 跟我们所有电视节朋友 观众朋友 问我一下 拜给你 你用台语了 你用台语吧 我用台语吧 你叫孙啦 OK OK 来 叫我们各位朋友 大家身体健康 万苏如意心里大火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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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人 我恭喜各位同样的观众 身体健康 万事与异 大家好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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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也认为 谢谢万岐良跟廖峻 谢谢 谢谢 很快去买他们的唱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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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香港的大哥大都能到台湾 来唱的闽南语歌曲 出唱片 真的是这个歌唱的风气 是越来越盛 对 张荣啊 你是不是也爱唱歌 当然了 我很喜欢唱歌 而且我也喜欢听歌 所以我常常到POP 去听他们歌手现场演唱 你知道 是个想到POP的西餐厅 那个时候 陶鼠叔也是在那个时候 唱歌开始的 真的啊 那时候我从哪儿出生的 帕哥 你什么时候去 这个西餐厅跟POP唱歌 那个时候好像是 卢沟桥之后吧 抗战胜利了 对 我想也差不多了 干嘛 我这么老 其实我们国内有许多的歌星呢 都是从演唱 民歌西洋歌曲起家的 那么现在呢 唱片公司就常常到这个 所谓的POP跟民歌餐厅 去网罗他们想要栽培的歌手 其实栽培的歌手 是在这个餐厅里面孕育成的 对 那我们一块来去看看 这个餐厅里面 他们演唱的情形 好 看来 看一看 哦 相对 要这样 可以 façon 要对 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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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Squ App 站 dates 看他们唱歌 这种临场的感觉 听唱片不一样 对 他们现场的感觉 会让人家也想跟着他唱 或者是注意他的聆听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在想 我唱歌的时候 我都是受到很多的困扰 你知道吗 这样子 是不是有客人喝醉酒 打架闹事了 不不不 那就是那些女孩子 他们追我 追得好辛苦 哈根 真的是辛苦你了 对对对 而且委屈 对 我 不是 他们了 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歌坛上 有许多的艺人 就是歌星 他们在幕前 都有非常好的一片天宫 有非常好的成绩 譬如说周华健 武思凯 还有黄小虎 富威跟李明德等等 他们这些人最初早期 也是从民歌餐厅跟POP起家的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 很高兴就请到了 刚才我们片段里看到的 富威 黄小虎 他们两位到我们现场了 接受我们的访问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富威 黄小虎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请到两位唱将级的歌手 不得了 两个人不能说在歌坛混 应该是打滚 打滚多年的了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特殊的原动力 能够督促两位在歌坛 一直持续这份工作呢 就我来讲 我觉得刚开始 能够持续这么久 我觉得就是兴趣 完全是兴趣实在 就是喜欢 对 就是喜欢 然后觉得自己也唱得很好 再讲大声一点 这种人要肯定 自己也唱得很好 好激怒 真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对 那富威呢 自己觉得唱歌的时候最伟大 也觉得自己唱歌的时候最漂亮 因为你在舞台的时候 其实这只有你在唱歌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你在舞台的时候 就是你独大的时候 对 然后你可以完全照你自己的意思 你想怎么去唱 没有人可以管得到你 然后可能再加上艺人 都有一点多多少少的表演 你看你掌声鼓励 人来疯了 他有自恋 会人来疯 然后就很高兴 完全不管你今天再怎么累 爬到那个台那边去 已经很累了 可是只要听到 掌声欢迎复威出去就 大家好 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了 这算是两位这个 在歌坛生存的一个原动力 多数自己的一个力量 对 那在这个 我们在 两位在这个POP演唱 就是在所谓的Piano Bar 什么演唱的经验非常多 POP跟Piano Bar不一样 真的啊 对 什么时候改的不一样呢 你再告诉我一下 两位在POP演唱的经验 非常的多嘛 那两位有没有曾经在唱歌 比方上班这个过了 下了班之后 有这个爱慕者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了 比如说堵在门口就来等富威啦 等黄小虎送上一把鲜花 不要这样子嘛 上次我都不算人啦 你吗 你是说你吗 对啊 没有 你还有你老婆 一次 对对对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爱慕者待在门口这样等两位 送上一封信啦 我是有爱慕者 但是都是女生啦 或者是说他们是一队啦 或者是说家人啦 很少就有男孩子 但是他单独这样子 因为我长得太帅 他们很偏 这句话真的形容得很约解 你有想过啊 他们都怕说 一表示他们的爱慕的话 会被我拒绝 可能是因为是这样子 那你可能会有的时候唱一唱 在台上看到台下某一个帅哥 就这个你可能会下了班之后 去等他送上一把鲜花 Bugan 我 你们长得实在太帅 个性可能 我有没有碰过 反而会紧张耶 因为我觉得唱歌就是唱歌 因为他可能迷恋的是 你台上的一种感觉 所以虽然说可能 常常会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可能在里面 下班没有马上回去 一两个钟头之后 你才要走 然后发现有人开车在外面等 那种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形 我不觉得那样是一个 很快乐的情形 听一下为什么我都没有 不是 有的人很渴望很快乐 又梦不到 我会很怕那种 你聚起人家到时候 你唱歌唱会把人家脱瘤酸 怎么办 我会怕 我宁可不要 我觉得你们只要来听我歌 然后讲声多一点 我就觉得很满足 宁可说保持个距离 彼此欣赏就好了 对 两位在现场演唱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独到的功力 比方有的时候台下的 这个来宾啊客人啊 反应不是很热烈 那你们要怎么样去带动 现场的气氛呢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 有时候真的是如果太冷的话 你再怎么样去带也没有用 你就让他这样子 Let it be 对 就是Let it be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虽然说有些人 他不叫或是说不鼓掌 或是说他的反应不是很热烈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听 只是说搞不好他今天被倒灰了 今天失恋了 或者说今天很多不愉快的心情 然后他只是想出来三二季 他什么都不想讲话 然后就想说出来看看人啊 这样喝酒这样 他并不表示说他 没有热烈的反应 就表示说并不表示说他没有在听 我是觉得当歌手 好像见机形式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对 你今天到的时候 你唱第一首歌 其实你就可以差不多知道 今天的观众大概的形式 就是所谓的随机应变 看现场的反应怎么样 要很聪明 对 不过小虎原来也是妈上巴的 以前看你就比较内上保守的男人 那这个是 也很聪明 这个是因为新的一年开始 然后这个有新的形象 新的形象就是比较上巴的 不是健康 你不觉得今天 今天好健康啊 其实我觉得常常同台 反而是觉得在电视上 也许会因为造型啊唱片 你知道有时候小虎 我记得那时候唱他前面 他完了之后 我看一个长头发女生进来 穿低胸的衣服 傅儿你怎么可以把我的秘密 给他特律出来 就我们节目专门抓人隐私的 不能讲吗 可以啊 这一段是最精彩的 前面通通剪掉了 只有这一段 那是谁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眨眼睛 不要讲不要讲 就一上台 全部都一直叫一直叫 然后台上都叫 玉尼红心 玉尼红心这样叫 然后那场我看他不用唱了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叫声 弄了个半天 那个穿低胸是他啊 对啊 你刚刚讲 我刚刚还想说 哪个穿低胸 你们如果去看就知道了 好 这个新的一年呢 两位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我呢 就是我希望能够做我自己啊 然后能够唱一些好歌跟大家分享 当然也希望大家去多多支持我的卡带来唱片这样子 CD就算了 新的一年就好 富威呢 我当然是专辑啊 那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多听一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富威跟黄小虎接受我们的访问 当然新的一年 还是希望两位 这个心想事成有好的成绩 谢谢两位 谢谢 今天到了我们每日一菜 这个每日一菜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一位呢 可以说我可以保证啊 信誉保证他跟我说的 他是从来没下过厨的 这是第一次下厨 那没什么好看的了啦 根本没看头 不对不对 不要说看的 我看根本没什么吃头 对不对 你们怎么有没有看头有没有吃头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呢 就是个太监 不不不 演太监的罗文 我们来做的是公保鸡丁 公保鸡丁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罗文 现在是过年了 我介绍一道菜给你们 这菜我刚刚学的很简单 叫公保鸡丁 那我们过年一定要吃鸡肉是不是 那怎么做呢 先把那个鸡肉 要放一点酱油 一点糖 一点盐 把它混这一会 把它腌 腌大概半个小时 它旁边有什么呢 就有小黄瓜 还有辣椒 如果喜欢吃辣 就放多一点辣椒 是不是 那把这杯半个小时 那么炒其实很简单 我们一定要大蒜 大蒜怎么这样 我们广东人这样 把它弄 这样就好吃 不要切 那姜呢 把它切 越薄越好 好不好 那需要多少大蒜 姜呢 随你手来了 那么起先吃的时候 好了 把这个红弄大一点 让那个油 红了以后 好 放进去 好的 爆香 爆香 然后呢 把这个葱 放一点进去 放一点进去 还有 你喜欢吃辣的话 把这个辣椒再放多一点进去 对对对对 把它炒 炒到很香很香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把这个菜 放一步 放进去 鸡肉呢 我们不要炒得太久 因为鸡肉太久的话 肉都变硬 不好吃 所以老鸡了 对对 好 炒 炒它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是太白粉 放进去 然后呢 第一次炒 炒一两下 炒得很好了 很好吃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把它 拿上来 一拿上来 怎么样的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再撒一点 那个 延细在上面 做典具的 这是 就是我 我刚学的 公煲鸡丁 那么过年 希望你们也做一道这个菜 吃了一块块 新年快乐 哎 你看怎么样 真的 看着啊 就觉得你有欺骗我的情感 干嘛干嘛干嘛 我一看这个罗文那个炒菜 那个起手势 一起锅我就觉得 它绝对不是一个伸手 所以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我骗你 我是说他第一次在迎光幕前下厨 他自己是开菜馆的 哎呦 陶大哥早说呢 我还以为这顿饭 咱们没得好吃了 不过陶大哥 以后呢 你再请艺人来介绍年菜的时候 就要找像罗文这样子的 有两把刷子的 这个炒出来的菜 咱们晚餐才能夹菜啊 这个主意真是不错 蛮好的 明天的菜一定会更好吃 真的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 收看明天更精彩的 涼花一套 你也再一个心里或 听一听我的告白 我dream dream 窗户你在梦中 说你喜欢看见我的笑容 dream dream 我的心在期待 美麗傳說將會屬於我